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两分车就好 何彦 何彦 你回来了 是啊 你怎么在这儿睡呀 这睡多难受了 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不要等我 自己先睡 本来啊我就失眠 想不回家 我心里总想了一件事 怎么想不回家 就是了踏实了 本来我忙这么晚上 就应该在办公室凑回宿 跟你说一个人晚在家 可是我回来了 你还说失眠 问题是我时间太多 要不然 你上妈那去做吧 阿川 要不你到公司给我安排个事做吧 省得我闲得难受啊 我现在打麻将你也不高兴 我逛街你也不高兴 你打麻将也好 逛街也好 我没有不高兴 我只是觉着 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度 要不 我去学个电脑什么的 完了以后到公司做个办公室 跟你一起上下班 怎么样 你把办公室里面的事情 想得太简单了 学点初级电脑 就什么事都能应付了 反正我觉得 你现在没有以前人要关心我 你看 我事情这么多 自己都累得半死 你一个人闲得没事 在家都显得累 你想想 我这是两大坛的 村里一坛 公司一坛 每天累得要死 回到家 哪还有精力 再传播你的心思呢 好吧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在车上 刚从单位出来 是这样的 这几天呢 你把事情安排一下 下周一呢 我们去趟浙江 对 我同学呢 都已经给我安排好了 她说在那个地方 搞的企业化管理 农田是最成功的 虽然跟我们搞的土地流转 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 我们可以渐渐一下 取点经验回来嘛 那星期一早上 我开车去接你 不用 我星期六呢 回婆婆家看儿子 然后坐大巴车去 到那儿再回合吧 那好 星期一见 你早点休息 别太玩命了 要出差啊 哦 跟陈先生一起去 柳志一起 哦 柳志啊 这国外的生活费用高 所以 男女合作房子的现象 很普遍 不像你想象的 那么复杂 不信 你就上我看看 这类的事情又好不多了 既然是单纯的 你干嘛要瞒我啊 你临出国的时候 我们俩有过约定的 要开诚布公 实话实说的 如果 你对这件事情 难以启齿的话 是不是里面 有微妙的东西啊 哎呀 哪有什么微妙啊 这啊 都是通过登广告 才一起送房的 以前啊 根本不然 哎 二叔别动 我给你干洗一下 好舒服啊 哎 你好啊 那你多了钱啊 好 二叔我 我能管您要钱吗 你要是觉得欠我人情 那 您就把回圈家走进来了 又给你快担心 好 这么急啊 那得费多少 几个人啊 看 要不 要高党先费 对 我二叔都抽副总啊 这钱还都喊得去了 你们俩又没孩子 这俩俩一币 这钱都留给谁呀 真没想到 我怀春哥 也跟你一样下场了 当然 这里院那佛叶 你说他生不出孩子 就在那地方吧 还占着毛坑 不是 叔 叔 你说我说得对 你这么说话 我二叔就不爱提你 那佛叶他就不占那毛坑 你以为你能站起吗 哎 叔 我可不像你那么悲观 在这个星球上 什么事发生不脸啊 这不如说你的病了 在咱花岗 就算是有绝症了 只要到了大城市 吃上点进口药 三胞胎四胞胎 那不说声你这声吗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 那药叫不停 这我还忘了 反正评论上写都是鸟语 一个字都看不懂 不过 有话说 你也请别尝试了 就那么大岁数了 人家不死啊 就是一下子烟窃了呗 我一进屋啊 就看见他们两个表情不对 刚才呢还有说有笑的 早上就被我打断了一样 那你也没看看 那电脑是真坏了 还是假坏了 我就没往那方面想嘛 现在的女孩子 见有钱的就上 管她差多大岁数呢 好 反正我说啊 要去淮川那儿上班 她也挺反感的 爷 要不 让你姐夫去淮川公司上班 管怎么着 也能帮你看着点 那 那也得抽空找个机会 去跟淮川说呀 你看姐夫跟淮川那关系吧 这事啊 越早越好 真要等生米煮成熟饭了 那可来不及了 这回淮川出差 不会带着你的一块去吧 那不会 柳汁跟着一块去 他们俩怎么又凑一块了 哎 我现在也不担心柳汁到底怎么样 这么多年 他们两个要是能在一起 随便掌握机会 也是很容易的 这不若是 现在看见淮川 关系柳汁的样子 现在是不是 你说你丢不丢人 告诉我喝点 你非喝这么多 自个儿惯自个儿 看你能回酒店睡觉去啊 我就是想喝高点 这酒啊喝得太高兴了 简直太舒服了 朱淮川 咱回酒店你想怎么着怎么着 想怎么耍怎么耍 上午求你了好不好 走走走 这酒啊喝得是太有 太有心了 喂 你好 当然是我 没事 好 没事就拜拜 谁打了电话呢 当然是何叶了 何叶打电话你就这么接啊 你不怕他他担心死了 又来了 今天晚上他还能睡着觉吗 又来了 喂 好喽 喂 何叶啊 我是柳汁 对对 我们刚和县委员吃完饭 在路上呢 因为离定分禁的 所以我没打算 对我们是住一起 不对 不对 我们是住同一家酒店 对对对 你放心吧啊 那我先挂了啊 好好好 这酒啊 你快喝到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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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敬 utiliz 哦 不舒服 PD 谢谢 小超 你什么 我kyans 现在很短center 快 out 別 你這麼晚了 不吃醬了 這會知道難受了吧 那你少叫我點呼吸 吐完了就好了 就是有點 躺快就好啦 快躺快 來 來 兩塊兒 哎呀 叫你少喝点啊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一下 关机 要不你给柳志打个电话 大坏洋 大坏洋 坏洋是个好地方 起碰洞墙 八坏洞墙 起碰洞墙 东坏洞墙墙墙 小皮鞋嘎嘎响 资产阶级臭思想 小心小心 要打什么呀 你别摆这脚 小心 这地下有坑 我给你扫扫 我给你扫扫 你这都当上总了 这淮川也没给你配个专车呀 你先别走 你呀等我进城去给你买个红地毯 给你扑上 用不着你管 清整钱没用的 抓鼻子上脸是吧 这人哪要是没文化呀 真可怜 我没文化 我配不上你这青蛙大学生 你配 来了来了 好 请进 老大 你怎么样啊 你怎么样啊 我 我昨天没有酒后无德吧 表现得还好吧 又错过一次机会 对了 陈县长呢八点半到 我跟他说了 让他在咱们酒店会合 那好 咱们呢泡杯茶 在这儿挡着他 好 艾华川 你这胡子该挂挂了啊 什么 有那么长吗 来 第一次见我挂胡子吧 可不嘛 我们那会儿 我好像还没有呼吸 我们那会儿 我好像还没有呼吸 我们哪里 还没有呼吸 我送你 你这家工作的 那个世音 你那我就想骂了 你又要不去 但是空的 是啊 是啊 那个时候我还乳秀胃肝 特别羡慕别人有脱子 现在呢 现在脱子倒是长出来的 可是一切都变了 不过你没变 一直还是这样 我们都以为自己没有变 其实我们已经变了 这也许就是命运吧 人生就是这样嘛 不断地选择 不断地顾此失礼 好在 我们两个人心事在一起 也许吧 也挺好的 这一大早饭还好 可以吧 这一大早饭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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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走 走 找查查 跟我装啊 我用得着跟你装吗 我告诉你 你以后再这么大声放音响 我听见一次我砸你一次 别拿自己当盘菜似的 你砸我音响 撒你家去 别忘了你是有钱科的 你不让我做生意 找警察收拾你 你自己什么货色你不知道 你把幻港村人的脸都丢尽了 我看你自己在外面鬼混得了 别回来败坏村里的风气 你还跟我讲风气呢 也不知道是谁 把自己公公给气死了 我丢人 你还是罪人呢 做皮肉生意了 那就不带办法了 你说谁呢 你说什么呢 怎么做皮肉生意了 我不是说是你的 我不是说皮肉生意了 我不是说皮肉生意了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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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快 你怎么说的呀 你怎么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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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那个不拉架啊 放开那个不拉架啊 你怎么说一遍 你怎么说一遍 住手 现在花岗村大名远扬 来的记者和领导 你们不为花岗村脸上争光天彩 可也不那么黑呀 这万一让电视台的记者拍下来 等着电视台一放 让花岗村人的脸往哪放啊 你怎么说呢 行啊 不是我说你 你也是知识分子嘉天的人 你有事到村废里里乱家 你怎么能动手呢 我跟他说了无数次 让他被音响放小声点 可他就是不听 生根半叶 床儿让人睡不着觉 我们家邵老师本来就身体衰弱 常见这样下去 万一得病了怎么办 为了我们家邵老师健康 你可不当这个模范村民 那你去啊 怎么会解决呀 我找了村委会啊 他们欠不了他 你不信你去问问青松哥 那行 你们跟我一块儿 到村委会解决去 猪女儿 你也去 行 那我就再去一次 村委会解决不了 大影响 你得咱试着 村委会解决之前 我先让你一步 走 走 快走啊 怀川呐 郑和县领导 在外面考察 接着中午 他给我来了个电话 说 通过了实际考察 这土地扭转的 是势在必行了 并要求我们在 两天内 尽快地把 福根的土地测量完 哎 那个 前往中心区村民的 那批老棚子 拆的差不多了吧 拆是拆完了 哦 哦 那泳泽 你没看见在开会吗 有点小纠纷 这是中药会议 只要不出人命 全部靠后 哎 什么事啊 怎么样啊 咱们再开中药会议 我们就先回去吧 你们俩啊 你冷静冷静 冷静可以 你只要他把音响给关了 我就冷静 以后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他要加音响啊 再闹腾一次 我就砸他一次 哎呀 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做生意不要我行吗 你砸我音响 我砸你们家玻璃 你跟我沉是不是 我闯了 我闯了 别闯了 别闯了 来人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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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哎呦 哎呦 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 都不许打 我说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的 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年纪了 就是啊 这弄点矛盾就动手 而且 你们还都是些女同志 这像话吗 还不是在噪声扰民吗 好了 既然你们村委会解决不了 我们自己动手解决 哎 我可是为了加上建设 我才回来做生意的 现在有人要砸我生意 你们村委会 得跟我做主 哼 说得花谁信啊 啊 我看是你年纪大了 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吧 你说谁混不下去呢 你说谁呢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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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谁干呀 杏儿 我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呀 还有人吗 主妞 你们俩 主妞 你做生意 刚开张 是吧 想放点音乐 招来点生意 这我们都能理解 是不是 我也跟你谈过好几次了 这音乐可以放 但也不能想放就放 想放多大声就多大声啊 是不是 这尤其是晚上八点以后 绝对的不能放 这晚上八点到九点半 是黄金时段 是黄金时段 你这顾客 你这顾客不都是村里的吗 人家知道你 你有个发廊不就行了吗 只要他需要做头发 你就是不放音响 他也会到你那儿去 是不是 你说说 你就是把音响放得再大 这能把上海的顾客都招来 还是能把北京的顾客都招来啊 就是啊 你们呀 你们就像你们老常见人说话吧 想解决问题是不是 叫淮川找我来 别谁都白扯 有本事你再放个树上 你这边躲着睡着呢 还要搭着睡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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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叶儿 都几点了 还不睡觉 怀川啊今天晚上跑高速 怀川啊今天晚上跑高速 就担心点睡不着呢 怀川也是的 哎 明天早上回来多好 这夜里开车多危险呢 那是因为啊 柳芝明天早上要开会 所以赶着今天晚上就回来了 那就让柳芝 做别的车先回来呗 可是淮川他愿意送啊 能得两个人能单独在一起吗 你呀 也别小心眼了 这么多年呢 淮川跟柳芝怎么着了 不是没怎么着吗 他们两个呀 都是念家的人 柳芝的河满也那么大了 嗯 哎 哎 你说说 他们就是想发展 又能发展到什么地方去呀 我可没说 他们两个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得了吧 你的那点心思 还能瞒得了妈 妈 那你说 那怀川关心柳芝 是不是比关心我多呀 他俩过去有那种基础 这心里头不想着不练着 那是谎话 可怀川挣的钱呢 都给了你 这么一算啊 那柳芝不是在替你打工吗 你看看那电视里的男男女女 跟他们比呀 我倒觉得我儿子太高尚 你看你看你看 你又偏心了不是啊 你可没良心 凡是认识怀川的人 哪个不说他疼老婆呀 啊 妈得劝你 咱俩没有文化 跟不上怀川的思想水平 哎 他有时心里苦闷 或者是事业上遇到难题 他能跟谁说呀 只有跟柳芝说 哎 你呀 就别想着想那的了 怀川活得开心了 不就是你也活得开心了吗 到哪儿了 怎么停车了呀 车坏了 车坏了 怎么搞的呀 赶紧叫拖车来呀 哎 这不是到我们家了吗 你怎么不叫醒我呀 看你睡得香 没忍心叫你 反正回去以后 也没人等 再没有人等 也是自己家呀 早点要回去的 行 我也得回家了 那你赶紧回去吧 我先上楼了 我就不送你上楼了 省得有人看见 而且又说闲话了 上楼以后发个信息 哎 来 这次通过跟先领导出去一起考察 这次通过跟先领导出去一起考察 包括啊 光华新鲜料集团公司 正安养殖公司都决定入股我们的合作社 这可也算是强强联手了吧 好啊 这样我们村的土地呢 由一家一户的单干 转变为由合作社统一返租承包过来啊 如果大家用土地入股合作社 我们更加欢迎 土地的使用权不变还归个人 今天花岗村呢 全部的村民已经搬到了中心区居住 那么腾出来土地呢 就可以进行流转了 刨开各家自留的口粮地 花岗村一共有三千亩 可以进行流转 那村民参谋参加土地流转 应该是自愿的吧 当然是自愿的 我们村委会讨论以后呢 就会召开全村的村民大会进行讨论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把土地流转的好处告诉村民 花岗村不是想再开什么鲜河 而是土地流转 其实是有好处 比如说 把土地连成大片以后 就可以进行大的机器作业 这样省时省力吧 集中采购 化肥啊 农药啊 种子啊这些 价格会更便宜一些 在抗击天灾人祸方面 那更不用说了 租住土地的农民 无需靠天吃饭了吧 谁爱流转谁流转 反正我的土地啊 不足够认识的 一个农民 没有了土地 他是谁啊 连个身份都没有 那有地 那叫主人 没地的那就叫长工 我不管他住怀川搞什么花样 反正我呀 是把地紧紧地捏在手心里 不会交给任何人 你怎么总是跟怀川拧着来呀 我怎么跟他拧着来了 他不是说了吗 大家伙都是自愿的 这都是占便宜的事 你看看那些租地给怀川的人家 何平家 何花家 虾婶家 还有邵老师家 一共有十几户吧 他们的收入啊 比咱们要高好几千呢 还省心 你瞧瞧咱们这胳膊腿 比锄头盖都硬了 还能下地干活吗 我让你下地了 是你强烈要求的 我看你呀 累得在地上都爬不起来了 能不去帮你一把吗 你那叫多余 这是你说的话啊 下次啊 我可一下手都不伸呢 在家看电视 打麻将 多舒服 好 这可是你说的啊 这 这可正好 那我把我那部分地租出去 什么 我可告诉你啊 我可是一家之主啊 我说啊 你这岁数越大 怎么越不讲理了 那你说那叫理吗 那叫无知 我什么话无知了 反正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起 不准跟我提这租地的事 那我连说话的自由都没了 说别的可以 说这个不行 说这个 租地就等于 往我身上扔那炸药包 那地也有我一份 你什么一份 你那份不是我给你争来的 你 当年 为了给大家把地争到手里 我都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了 是 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那后来 那个上级不也支持了 这要不支持 你哪有今天的风光 你竟放 那为什么 当年你哭天磨泪的 为什么我们当年要签生死状 那现在全中国 都搞这个包产到户了 那为什么偏偏我们载入实测了 你说的轻飘飘了 好像我们 做游戏吓唬人的 我告诉你啊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你跟你儿子 都走上背叛的道路了 那 是 老大婆 你看啊 咱一共收入 一万 两百块 那 那 那不如把地租出去划算了 如果粮食价格上涨了呢 要是 粮食价格 能涨到 一块钱以上 那我觉得 还是咱自己种地啊 比较划算 若干年以后 这粮食要是涨到一块五以上 那咱自己的 更划算了 那到底还租不足啊 这个 你就不懂了 这个土地啊 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 你才有条件哪 跟人家去手 妞儿啊 你这两手可真行啊 婶儿 我给你半张年卡吧 我给你打的可是六五车 我给别人哪 多有七点 我跟你说 哎哎哎 妞儿 谢谢你啊 嗨 婶儿 以后要有客户就往我家带吧 嗯 行 我们公司的客户可多呢 上海的深圳 哎 往外都有 婶儿真没想到 你能飞黄能打呀 你说在咱村要论事业 槐川 我还有你 那算是三强领利呢 哎呀 我哪能跟槐川比 我就是跟着瞎忙呗 那有钱 我还比不上你呢 嗨 我天生财运好啊 做同样的事 我总比人家挣得多 而且 还有忘婚呢 妞儿 那你得赶紧找个人结婚呢 嗨 现在哪能挣大钱的女人 想结婚呢 妞儿 你这话真叫说对了 要是两个人过得不好啊 还不如一个人过呢 就是啊 婶儿 你要是自己过 肯定比现在强 你说 我虽说可二叔是本家 他太太让人瞧不起了 你说他挺大的岁数了 干啥啥不成 吃啥啥不剩的主 你们俩差距太大了 哎呦 你二叔啊 每天是瞪着个大眼珠子 虎视眈眈的盯着我 他那臭脾气可不小 正 来 啥子 我跟你说 这月是那身不行的男的 月邪门 你二叔为人是正派的 怎么能说邪门呢 妞儿 这个词你用的可是狠点的啊 对了婶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声 别万一出了事 我可担待不起 那你快说 我二叔啊 托我给他买药呢 就能生三胞胎四胞胎的药 妈拿桌子接着 我二叔还没吃药 你就怀上来 就走啊 霍川 我看啊 你还得去找猪牛 好好地谈谈 他那个店的音乐啊 开得实在是扰人 这别人都到从我会来翻译好多次吧 这事还是你们去处理吧 他要是屡教不改 就让他关店 可人家点名要你去解决 这别人去啊都不好使 我是找他谈过 说我言语过重 上唐上线 我看啊 这事还是你们朱家人跟你们朱家人谈啊 比较好说的 我可不敢靠他的边 我可不敢靠他的边 以前我最怕的是我爹 现在我最怕的是猪妞 怎么变成这样了 太吓人了 这建国实免的人 跟我们就是大不一样了 他要是跟那个沁童搭档 说个相声小品什么的 我看肯定活 那咱华港村的民企 还不值奔月球去了 离婚吧 离婚吧 离婚 谁 谁离婚 你给我一张白纸干什么 白纸黑字得写清楚 财产怎么分配 土地怎么分配啊 你嘛是外村来的 这该回哪儿就回哪儿 那几亩地啊 你要是能搬走就归你 搬不走又归我 朱战廷 你够狠哪你啊 这个家全是我挣来的 你又是毁约方 凭什么让我精神出户啊 按照法律 你得负全部责任 这个家算全都归我 我没追究你精神损失费 也就算便宜你竹战铁了 夏金凤 你既然找到这白银王老五了 你还在乎这家里边 这撒瓜俩嫂啊 我不在乎也不让给你 你不配 那我就不理 你配也得配 不配也得配 这样吧 我们俩签个协议 这 财产对半分 以后啊 谁赚的钱归谁 谁付的债啊 自己去负担去 土地也对半分 我的租出去 你的随便 以后 你愿意去跟谁生三胞胎四胞胎 你使劲去生 我也不告你重婚罪 我要是找个白银王老五 你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行了吧 你是不是找到夏家了 朱战天 你倒烦药一口啊 你要是没找到夏家 你托猪牛买什么生四胞胎的药啊 猪牛怎么也是猪家的晚辈 你怎么张得开口啊 脸大无边哪 我呸你一口 顺便提醒你啊 四胞胎的成活率可是很低啊 我看你啊 还是一胎成一个的好 来别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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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咋这么臭呢 原来这把这鸡窝顶在脑袋上了 杖妞 那就是大奸说猪下来啊 在那里跟女哥消气还能啊 杖妞 你这阴影声太大了 太吵了 很多人都有反应 那你先多了 这发廊招揽生意 怎么行啊 放音乐是为了招揽生意 你这叫招骂 以后呢 音乐声不能放这么大了 而且呢 要在规定时间放 咱们可是亲戚 我可是先礼后兵了 以后还要这样的话 我可要采取措施了 那好吧 不过你得让我搭便车兜兜风 这扮演三根的 我老婆要知道 我车上坐了一个女的 那还不得跟我离婚呢 离呗 再找个年轻票来呢 老婆老婆 要的就是这个老字 没了这个老字的话 再好的婆姨 也不是自己的 主妞 这个座可是我老婆的专座 那我今天就给你当妈老婆吧 占便宜的是你 周妞 我那个渴了 你给我倒杯水行吗 那好吧 我还穿个 我还穿个 今天是递交村民出租土地登记表的最后一天 请村民把表格送到村委会 请村民们一起来 七步龙东墙东墙墙墙墙 你这王老五够小气的 你买个镀金的 他也比这银的值钱呀 老土了吧 现在金的早过时了 这叫薄金钻戒 这么大个钻石啊 他值多少钱呢 我就不说了 怕吓着你 总之啊 有的人哪出一辈子苦力 值这么个戒指 那你可小心碰上打劫的 别碰上打劫的 这把你这手指 咔 给你剁舌了 嘿 好久不見